大家好我是錢子T台正經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我們將在達成10萬的訂閱之後呢 會舉辦一個驚喜的彩蛋活動 到時候還會有神秘嘉賓現身喔 大家最期待哪一個神秘嘉賓 來我們T台正經話呢 快按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在這邊留言 我們會把這個嘉賓請來現場喔 上一次這個就是來不及啊 這要等他來是來不及 飛機就等已經延誤了 好幾個小時他還沒到機場 所以這個是不只是我們想像 台灣這麼小 它是很大的範圍 所以你說名單一定按照你的希望 也有很難 有的是明明希望他來 他來不及 他也不可能說前兩三天 都集中在這個機場旁邊 就住在那邊等著飛機 所以我想這個是大家要考慮 整個實際的情形 自己的同胞自己就 到底該不該就 也要看看我們自己的能量夠不夠 現在馬曉光就說 你們一開始1月28號說要撤僑的時候 不是講說你們都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你們應該是有能力容納 後面的890人才對 可是陳時中說 我們的防疫指揮官說 登機前的檢疫工作相當重要 可以藉此估算醫療能量 未來回台的人多 生活照護上的負荷也會變多 隔離病房會視情況增加 這個他講話太學術了 那可能你講了也非常籠統 那現在可能雙方在包機上面的旗艦 還在溝通中 不過第一個其實有兩關 第一個就不管是在郵輪 或是中國大陸要回來的人 可能第一個是先隔離 隔離之後發現有病 或者是感染了 才跑去住隔離病房 所以這是有層次的 那所以現在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這些我們在外面的同胞 有一個科技公司的老闆 他就說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建議一下這個是 這個甄宇科技總裁 他本身是一位眼科醫師 他就說我們這樣子好了 我們可以不可以 有可能可以在龜山島 設防疫專區 其實這個我們前幾天 在這個談話節目裡面 我們自己也在聊 也覺得說那龜山島不錯 因為至少他不會 如果有人擔心會感染的話 他是在孤懸海外 因為龜山島的距離適中 需要醫療後送的時候 萬一有什麼萬一的話 離台北也很近 這個醫生他本身 這個科技中心 科技的公司的總裁 他也說他問了很多人 也跟很多人講 也希望找立委來幫忙 把這個意見傳達 可是都傳達不出去 所以他很好玩 他登報 他登報 自己掏錢登報紙廣告 希望可以說服政府 可見其實很多人都很緊張 也很擔心 問一下黃醫師 龜山島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們想要回家 他們也想要回家 想要回家都是每個人心裡的話 不管你是哪個島 我們都想要回來 所以我們很感動了醫生 你看我們醫生 就是一種義務和責任 即使我們現在科技大老闆 現在他還是願意自己出錢 出錢然後去登這個東西 登廣告 因為這樣只要告訴大家說 這也是他的心聲 想要給我們的台灣的人 回來的心聲 在龜山島 龜山島是靠近台北 有個隔離的地方 在哪一個島上 其實我這幾天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很羨慕法國 法國人就把那些撤僑 全部放到度假村裡面 聖誕島 那好頭度假 但是地點應該是沒問題 問題是在整個流程的 以後要怎麼去維護 這些人檢疫要怎麼去執行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回來之前 那個檢疫的可靠性 你要靠對方的檢疫 還是靠我們的檢疫 靠我們的檢疫 告訴對方 我們台灣隨時stand by 隨時會有人過去幫他們 協助他們檢疫 所以這個部分 他們不願意 才就是我們去痛苦 他們也很痛苦 然後每個人心聲都很痛苦 包括老闆也很痛苦 要出錢來告訴大家 這種痛苦 希望天下大家 能夠為大家一起來解這個痛苦 是 我們知道黃醫師 你是馬來西亞籍對不對 你是馬來西亞籍 所以你在看這個兩岸在那邊 為了這個事情 你又是醫師 應該有人道的關懷這樣子 會不會覺得大家 對不起 我講有點愚蠢 在那邊爭執這些事情 常常會有人家就問我 因為我的身分很特殊 其實對我原話 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只要找一個時間 找一個對話的時間 他們自來自來自來就可以通了 就像我們的越南這樣子 我們找個時間跟他溝通 慢慢就會通了 我相信菲律賓也會 慢慢就會通了 我相信對方也是會慢慢的通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像韓濱大哥講的 這個就是要解除他們的 他們的loading 我們這樣子也是要解除他們的loading 其實在時間 這慢慢慢慢的其實是會通了 只是在當下這時候 我們的情緒是跟那個 被隔離在武漢的人 心情是一模一樣的 母親的心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這是叫人性 在人性的前提之下 其實蠻希望大家能夠 放開這種的心情 不過在非常時期 你跟對方講的話 對方是封城的策略 不像我們風險的策略 那是不一樣的 是 來 侯威姐 你知道我覺得 像武漢的台灣籍的人士 能不能回來 我覺得這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說 現在可能討論比較多的 就是我們的醫療的設備足不足夠 就是有沒有足夠的地方 可以隔離來自武漢的人 比如說現在大概有900多人 之前有200多人 事實上因為我主張 我覺得像那個戰士公主號 我們應該也要把它接回來 那大概1000多人 事實上這1000多人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病 對不對 那當然現在看起來量很大 可是如果你告訴我說 我們那1000多人的 這樣的一個隔離觀察 通通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那你要說我們 我們的醫療的設備 我們醫療能力有多高 老實講我也不相信 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技術層面 應該要想辦法突破解決 我覺得有些人說 我們要拒絕像這些 在外面這些家屬的情緒勒索 老實講我覺得這句話 我聽了真的很不舒服 大家要不要將心比心 我覺得最近有一些言論 有時候讓我感覺 大家都應該看到鐵達尼號 大家記不記得鐵達尼號 有一些人 先坐了逃生船在外面 那邊有難的時候 那時候傳言人說 我們要不要回去救他們 那很多人就變得非常冷漠 覺得說因為怕他們來了 我們就純了 我覺得這種 這好像是一個人性大考驗 可是台灣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大爆發 這個是一個人性層面 其實我們醫療的能力 到底足不足夠 另外就是政治 兩岸政治層面 我拜託兩岸的政府 兩岸的官員 通通放下你們莫名其妙的 政治考量跟口水 那大陸國台辦不是都要照顧台胞嗎 現在台胞 你看現在碰到這樣的問題 你是不是應該全力來解決 台灣人所提出來的問題 他們想要回家 那請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的名單 由台灣比如說陸委會 或海基會提出名單 那請問一下 大陸為什麼不能接受 為什麼不要接受 怎麼要面子 現在還要什麼面子 我覺得現在真的已經沒有面子可言 人命不是最重要嗎 那同樣的 那你台灣也不要再搞一些 就是說這些所有的問題 是因為兩岸的這些政治上 大家互相的 那個就好像疊對疊 我覺得不需要 如果兩岸的政府 都能夠放下這種無聊 而且不需要的 這些政治堅持的話 讓這些人能夠順利的回台灣 不管是年輕的父母 帶著兩歲多的孩子 或者我們看到這個血癌的病童 或者是年齡大的 年齡輕的900多位 我們能不能有一點點的人道的精神 今天將心比心 如果你我是他們的話 你想不想回家 兩岸的政府是不是都應該做到 讓人民可以至少回家的基本需求 能夠達成 否則其實他講的說 你要怎麼樣照顧老百姓 怎麼樣 什麼愛護人民 都是謊話 是 在武漢報警 第一批台商抵達的時候 我記得蔡英文總統 有說過一句話 感謝兩岸的通力合作 讓這班班機可以起飛 並且成功的落地 他說我們要把有病的 這些我們的國人帶回來治療 我相信政府是有足夠的智慧 可以解決這件事情的 不過我們的政府在口罩事件的處理上面 大家滿意嗎 今天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口罩實名制上路之後 他覺得非常簡然有序 他覺得非常棒 我們來聽聽看蘇貞昌的說法 現在實名制是不是真的要演到 二月底 三月初 我們實名制是全世界唯一做成功 是因為實在感謝 我們有最好的健保卡 健保制度這個資料雲端 整個這些建制 是多少年來多少人的努力 我們這套機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 因此我們現在 隨著整個供需漸漸 越來越有把握後 因為疫情還在發展中 所以我們現在的實名制 推展順利後我們會隨著供需及量能 我們先給第一線最需要的人員 醫護人員病患等 進一步我們都會隨時向國人同胞報告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蘇院長的說法 口罩實名制到底成不成功 由民眾來打分數 我們等一下也會開放call in 不過要問一下高教授 你有去買到口罩嗎 在實名制實事之後 事實上還是一照難求 不過我們臺灣的老百姓都很乖 限制說你一個人買兩片 大家乖乖去排 比如說從這個藥局1點鐘開始 可能早上6點 7點就去排 排以後就發號碼排 大家還買很乖的 就泡到100分以後 你就不要在那邊等 所以算起來說 好像政府說這個實名制很成功 其實是老百姓的配合 配合度很高